我們等一下要去看一個他幾歲 20歲的小弟弟 他上次做了多神絲絨疤 效果非常的不錯 他今天要來做第二次 好 來了 你這次做第二次 你覺得效果好不好 還不錯 還不錯 之前痘痘長得很嚴重 然後你做了什麼治療 我在這邊做了蠻多的 還沒味噌啊 還沒味噌 脈衝光有做嗎 好 你看他現在會笑喔 他之前來的時候他不會笑 OK 讚 要按讚 耶 這個是第二個病人做多層次熔疤 然後這些都是上個月已經做過一次了 來 我們訪問一下他 你覺得效果好不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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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這些客人不是我逼他入境的喔 他們是覺得真的效果很好 所以他們要 endorse 熔醫師人非常好 那個PT上面都有發我們 真的喔 我們都是莫名來的好不好 然後那個後製你們幫我打馬賽克 哈哈哈哈哈哈 誰說還好 什麼叫痘痘還好 誰說你 真的受不了了才要看誰 這個滴滴大概我會打3.5 3.5 很長喔 你看 我們先打 先打左邊好了 OK 同樣跟我們講喔 你最近痘痘有沒有發生的比較少 好像不長痘痘對不對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打這個的關係 他把皮脂線有一些破壞掉了 所以你其實痘痘會發生的非常少 為什麼我們要打這麼多層齁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疤痕 它從很深層一直到很屌層 都會造成這一些滾動性 今天做痘痘治療 它不是單單一層的治療 它就可以把一個疤痕弄平 這個治療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一個3D立體空間的一個概念 最深層的地方開始做治療 然後慢慢一層層的治療 治療這種很大面積滾動型的 或是很複雜型的 沒有辦法去CATEGORIZE 它是屬於哪一種型態的痘痘 那因為它就是把下面底層的一些巴含滾肌 做一個破壞 然後再讓它重新排變 那因為它的施打速度可以比較快速 所以它很適合做大面積的治療 它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裡面很深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個腎的水 但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痘疤它就是一個很堅硬的東西 如果我們有破壞 它才能做重建 我們第二層呢 我們會打比較淺 我們現在是打2.75 這個治療它 它傷口都是在皮膚的底層 所以它夏天只是可以做的 它並不會有反黑的問題 你上大學的時候啊 你不能浪費時間 你要好好進行進行進行 1.5 洽密贏 2 鵬 1點 2 2 3